再关心的是菲律宾媒体现在在台湾采访广大新28号的事件 其实阵仗不小 不仅有外交部帮忙联络采访 警政署甚至还派出七名远警 全程保护这个他们的安全 可以说是对菲律宾媒体相当礼遇 不过对照台湾调查团到菲律宾时 菲律宾政府的态度却是相当冷淡 调查团不但处处碰壁 甚至三天就无功而返 相较实在是很不对等 菲律宾媒体团大阵仗来台 说是要采访但看起来却像是在观光 菲国女记者笑容好灿烂 她合影的对象是台湾警察 有没有听错 七个台湾人民保姆保护菲律宾的记者 移民远警一个月平均薪水六万来算日薪两千元 七个远警出勤一天得花台湾人一万四千块 是很认真在看这个事情 但他们其实不一定会把这件事当很当一回事 如果我们讲白脸就是吃我们的穿我们的啦 这待遇看在台湾人眼里有点不适智慧 因为从菲国媒体团抵达小琉球后 就有专人引导前往洪嘉帮忙翻译 采访结束还可以到琉球乡公所吹冷气发新闻 一切安排就像在接待贵宾 不过台湾调查团却菲律宾时却到处碰壁 不止没人接待 想联络司法人员还碰了一笔子灰 只来三天心性然回台 17人的待遇有多差 脸上的表情会说话 只希望调查团再去的时候 也能有马总统强调的对的待遇 中文新闻王川国家长台北 综合不了